Hello 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 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依伦 好 今天我们依旧带大家来掌握几件国际上的大事 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还是要先来介绍 跟我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黄真怡 真怡好 依伦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要讲到什么地方呢 还是在这个乌俄战争哦 因为我们知道在17号这天 克里米亚大侨才被炸嘛 那这个乌克兰已经承认是他们所为 那后来乌克兰的港口奥德萨也被轰炸 那就说是俄罗斯所为 互相打来打去报复了 这种就感觉是一种风火连天的状况 那最新又发生了克里米亚这边 19号军事基地有多次爆炸的状况 所以现在看起来两边的对战已经开始了 而且这次不是兵容相见 我们是用飞弹打来打去 好 那BBC就说了 弹药库发生火灾还引发了长达数个小时的爆炸 那俄罗斯这边刚快来做阴影 因为这些爆炸会影响到一般人嘛 当地居民 对 所以这个俄罗斯任命克里米亚半岛的州长 他其实就有讲说 这可能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扑灭火势 那失火的基地暂时疏散了四个住宅区 所以总计大概是2000多个居民哦 那附近的高速公路局部关闭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战火有烧进俄罗斯的境内嘛 因为克里米亚半岛算是俄罗斯战 二属的 对 对 所以现在他们可能俄罗斯的民众才感觉到说 诶 战争离他们比较近哦 那乌克兰这边也有承认说这是他们攻击的 所以看起来现在局势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激烈了 嗯 而且感觉出来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好像变成是乌克兰一个很主要反攻的地点哦 那我们看得到 诶 他这样反攻反攻下来乌克兰的钱还够用吗 那现在这个欧盟有想出一个办法要来这个弥补他们这个不够的金元啦 他们想要来设一个专门的资金哦 来维持乌克兰四年的军备供应 那根据这个美国的政治新闻Politico呢 他是讲说这个政治新闻网报导说 欧盟将提议在欧洲有设一个和平的融资机制来拨出资金 来维持乌克兰未来四年的军备供应 那这个价值大概是200亿欧元 相当于近7000亿新台币这么多 对 那真影她说是未来四年 所以是不是欧盟也预期maybe会达到四年之久 对 而且尤其是这个供应也许是未来可能重建啊 或者是这些都还是很长久的嘛 这被很多基础设施被毁坏以后 不是那么快可以解决得了的 那这个外交官员就讲说 这个其实不涉及各国直接出资军援武器 是来协助各国弥补自购 然后或者是赠送给乌克兰军这个军备费 然后来或者是你也可以支付乌军的士兵的训练的费用 那希望这个议案呢 可以在今年的秋季前通过 那这势必是对乌克兰总统泽恩斯基来讲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了 对 所以乌俄战争现在持续延烧 感觉已经在最后白热化 希望可不可以就有一个终结点了呢 但是有一个人哦 大家还是持续关注 这真的是话题人物 就是瓦格纳雄斌集团的领袖普里格基 他不是一度行踪沉迷吗 对 他人到底在哪里 只闻其身不闻其人啊 对 确实哦 现在还是这样的状况 但疑似有一段影片流出哦 好像是他首度现身 而且人就在白俄罗斯 那这个影片里头是他亲自迎接瓦格纳士兵 但问题是影片里也没有拍到他的身影 所以他到底还有没有活着呢 西方媒体很多人也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这洪亮激昂的呼唤声 难道是辣个男人回来了 这段由瓦格纳相关的社群媒体释出的影片中 疑似瓦格纳领袖普里格基 亲自迎接同袍来到白俄罗斯 但是仔细检查着画面 天色昏暗 景色模糊 只能依稀看到疑似他的身影 光平声音真的很难确定 普里格基真的还活着吗 连CN也不敢斩钉截铁下定论 不过肉真的是行踪沉迷的普里格金 那就是他兵变失败之后 首度公开现身 证明他人好好的 没有如外界猜想被总统普清清算灭口 英国秘密情报局MI6的局长摩尔就认为 不是普清大发死悲 而是别无选择 瓦格纳兵变之后戏剧性起落 普京还找普里格金喝茶聊天 让英国情报单位也纳闷 到底在掩哪出 现在俄国政局毫无动荡 全力进攻乌克兰 乌南港都奥德萨连续第三个晚上遭到空袭 当地市长说这恐怕是开战以来最猛烈的一波袭击 天学圈总报导 好先来问问观众朋友 谁还没去过日本的呢 可能蛮少数的哦 因为大多数能出国的人都去过日本了 可能首选会是他 对那台湾人哦 其实也不再去日本的这个第一名 是韩国人第一嘛 是是是 好那现在呢 日本人有没有出国 其实也是大家好奇的点哦 但其实日本人自己出国的比较少 好我们来看到这是日本最大的旅行社 他们说今年有120万的日本人是规划要在夏天出国 那跟去年同期相比 诶确实多了两倍 好那去年我们知道还算是疫情期间嘛 所以多有两倍蛮正常的 那如果跟没有疫情的时候 2019年比起来 诶蛮少的只有39.6% 所以呢代表说 这个很多人是决定不要出国的 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日经亚洲的一些分析哦 他们说第一个就是日元贬值 所以他们觉得钱变小了 再来就是通膨有飙升 所以他们觉得说要花更多钱去买东西 甚至他们的实质工资也下跌 机票住宿也涨 所以与其出国不如在境内旅游哦 所以这可能是日本人不愿意出国的很大原因 好但是这样子的状况相较于蛮多其他的国家相比哦 我们知道去日本第一个顺位的国家就是韩国 南韩这边哦真的是蛮爱出国的 一到五月有超过八百万人出国 已经超越了去年全年总数的六百五十万人 我想台湾人也是蛮爱出国 因为我在看机场哦 真的是人多到不行 都要提比之前更早到机场报到 对所以现在日本哦 这个出国庆置缺缺这件事情 也让全世界蛮受阻的 对因为真的是日元贬太多了啦 我同样如果说要出国的话 换到的这个美金啊 或者是其他欧元等等 价钱都不好啊 真的是留在日本国内也是蛮好玩的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这个外币哦 就是人民币了 人民币其实最近有不太好哦 对美元呢这个是来到了一个低点 我们来看一下哦 因为美元指数最近是重返100点的这个关口 所以人民币呢不管是这个在岸或是离岸 它的汇率都一直在往下跌的 我们来看一下人民币19日的在岸价大跳水哦 下午盘呢是收在1美元对上7.2197人民币 是比前一个交易日还要下跌480点 是创下7月10号以来的新低哦 那另外在离岸价部分呢 其实盘中也是到了一个最低哦 到7.2262人民币 是5月中后最大的跌幅哦 所以说人民币一直一直在跌 所以这个专家就很担心啊 他们中国大陆这边呢 就访问了他们自己的三个专家 不过呢 他们对于下半年的人民币 都是持一个乐观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讲的 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连平哦 他怎么讲 他说美元的指数呢 估计是会渐渐的走弱 人民币年内呢会慢慢的升值的 另外中国的社科院的这个专家张明 他讲说人民币对美元是有望止跌的 而且重返6区间或是6.8上下左右 另外经济学家黄文涛他是讲说 中长期呢是会反转升值较可能 估计会从7.2逐步升到6.7 那他们所这个提的理论都是认为说 到了下半年或是就是到2024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美国联准会会降息 那到时候他们认为说美元指数就会往下跌 那人民币就会上升 这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三名学者 他们提出来的一致的看法 好不止人民币对美元哦 其实中国大陆最近也公布了各项的经济数据指标 结果大家发现说都不太乐观耶 就连这个国际媒体路透社最新一边分析报道 也直指说中国大陆可能接下来要面对经济问题 不只是GDP的增速放缓 而是走向衰退 整个六月中国大陆从出口制造业到房地产 多项数据都呈现下跌趋势 说好的疫后复苏没有出现 就连大陆国家统计局官员在出席座谈节目的时候都坦言有挑战 相对于过去被誉为世界经济火车头 国际媒体路透社在最新的一篇分析中更指出 中国面对房地产泡沫 地方政府债务缠身 消费跟投资失衡 还有劳动力萎缩 跟私营经济遭打压等五大问题 而最关键的还是已经飙到21.3%的青年失业率 报导引述华府智库学者的说法 认为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超越美国 事实上更像是走向衰退 结论是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富裕 不过另一边 大陆商务部跟工信部还是保持乐观 今年上半年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同比出现了小幅下降 降幅是2.7% 但整体规模保持稳定 上半年 消费品工业整体呈现 企稳回升态势 电动自行车 冰箱 空调等产品产量两位数增长 为了刺激经济 大陆官方接连祭出电动车下乡 智慧家电下乡等政策 但美国学者分析 由于政府债务过高 中国大陆的刺激经济政策 恐怕难以长久 电视新闻刘月华庄志伟 综合报道 好 最近我们还来关心到的是 美中台的三角问题 除了2024马上就有美国跟台湾这边的总统大选之外 其实军事的外交情况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这边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吴昭谢 那这里是川普时期的国防部长爱斯培 这两个人呢 有视讯的这个专访 是接受了我们TPBS评论员 余文奇的独家专访 所以也是针对了美中台的议题 来展开对谈 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爱斯培 他是川普时期的国防部长 但后来被fire 被炒鱿鱼 那他这一次其实有特别讲说 他觉得如果川普再次执政 这外交的政策恐怕会对台湾不理 美国前国防部长爱斯培 再次接受TVBS国际评论员余文奇的独家专访 与外交部长吴昭谢大谈美中台情势 爱斯培也提到有关台湾缩短兵役的议题 爱斯培表示台湾如果在必要时刻 需要其他民主盟友力挺 就必须要先确保自我防卫的能力 而且这在国际间并不是特例 从90年代开始 爱斯培就持续关注美中台的情势 发现过去几年两岸情势大不同 他在著作一触即发当中就详细说明 40多年前的一中政策 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状态 这次接受专访也再次重申 美国应该放弃战略模糊的外交策略 爱斯培也建议台湾在对中策略上应该刚柔并济 一方面除了要增强军备 同时也要加强与北京方面的沟通 并且与美日等国建立联系网络 也有助于台湾在谈判桌上的实力 一同接受访问的外交部长吴钊谢就强调 台湾方面其实期待能与北京对话 认为台湾并不会主动挑衅 与国际接轨争取国际支持 就是要应对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胁迫还有不利 明年同样面临总统大选 外界也关注美国两党候选人的对中立场 爱斯培就强调 虽然川普任期当中 形成中国大陆就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共识 但前总统川普并不是对中强硬派 其实直到疫情爆发后 才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 爱斯培更担心如果川普这次胜选 新任期的外交政策 可能对台湾不利 爱斯培在著作一触即发当中 不少篇幅描写 他在国防部长任期当中 与川普之间的冲突还有应对 他在专访当中也强调 川普再度上任恐怕影响两岸 甚至是全球情势的稳定 将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TVB新闻综合报答 还有带你掌握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接着我们用Google Trends的搜寻 请带你来看看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话题 我们第一个一样还是先看到美国 建议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好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呢 是超模吉吉哈蒂德 为什么会登上热搜呢 我们知道她曾经是李奥纳多的女朋友 但是她已经 因为超过26岁 超过25 25岁 李奥纳多房线 对对对 25岁房线她已经变成前女友了 那为什么会登上热搜呢 主要是她跟她最近惹出来一个大麻事件风波有关 就是她最近跟她的朋友一起搭飞机到这个英国所属的开曼群岛去度假 结果没有想到过海关的时候被搜出行李里面呢 有藏有这个大麻跟稀释的工具 所以当场就被逮捕了 那这个还起来送到看守所 最后呢他们是获得保释 就是罚了大概1000美金 大概3万台币左右后来获释出来 那后来这个吉吉哈蒂德的这个经纪人呢 她是出来说她持有的是医疗用的大麻 而且根据纽约的法律呢 这个医疗用的大麻是合法的药物可以购买 然后说这开曼群岛用这个医疗大麻也是合法的 但我觉得这个谁知道你带来的是娱乐用还是医疗用 对不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到外地的国家去 这种算是有点流走在法律 对对法律 因为有些国家是OK 有些国家不OK 而且她又有分医疗用跟娱乐用 还是不要少碰这些东西为妙啊 对啊 所以成为了美国的热搜 大家很关注她的这个讯息 是 好 接下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拜仁慕尼黑 主要也是这个德甲冠军拜仁慕尼黑 跟同在巴伐利亚邦的业余俱乐部 他叫做罗塔赫埃根 他们在当地时间18号进行一项友谊赛喔 不过这个德甲冠军就是拜仁慕尼黑是完全没有手下留情 最后的分数特别的悬殊喔 他们是以27比0痛载了对手 所以这个拜仁慕尼黑非常的厉害嘛 好 他们说这场比赛超越了先前两队 在2019年的友谊赛喔 慕尼黑队喔 当时是以23比0击垮了对手 那2018年两队交手的时候 慕尼黑也是20比2大胜 所以这个 他的这个友谊赛的另外一队完全不是拜仁慕尼黑的对手啊 然后但是每一年都要举行一下这个友谊赛 我要是他们这个当地的球队球员的话 就想说干嘛要比 对啊 就已经被痛载 而且还要上新闻你看 每一年的数据还被挖出来有没有 对啊 还把什么大家加起来啊 这个拜仁慕尼黑是70 然后另外一个队是2 每一年加起来数据加总 这就是很难看嘛 对不对 好 那拜仁慕尼黑喔 在今年拿下了得甲11连霸 不过球队的执行长还有体育总监 却出了一点状况 因为他们被开除了 所以主要是因为这击败人慕尼黑失去了过往强势的表现 在欧冠跟足鞋杯都止步八强喔 那得甲最后是靠着另外一队失守才夺冠 所以确实这几年状况可能没这么好啊 但是这个友谊赛的状况又特别好 可能也是当地的队伍稍稍没有那么强一点点 所以这个差别就高下利剑了 所以这是这个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是日本喔 日本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呢是这个不当请求 谁不当请求呢 是日本的一间算是全国连锁的二手车商喔 他们有做一些非法的行为被发现了 那这个二手车商呢叫做Big Motor 在这个日本全国大概有200多间的店铺喔 它其实从1980年代就开始营运了 所以算是一个蛮老牌的二手车行喔 他就是有卖二手车也有做维修 结果呢被发现说他们这个里面的修车师傅 会故意损坏车辆来获得就是非法的这个保险赔偿金 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就有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这个看看说 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喔 结果发现说他们会以这个高尔夫球套啊 袜子啊 螺丝旗子等等去破坏车身喔 或者是说 我这个换的这个零件其实是二手的 但是呢 我卖出卖给这个车主的这个价钱 我说我换了一个全新的 就变成说把这个修车的费用把它拉高了 然后夸大这个修理费用 所以就后来就被发现说 这样是不对的喔 那这个后来有些车厂的这个老板接受这个审讯的时候就说 哎这个是因为公司喔 他们有被设定一个目标说 你每修一辆车 你要获得到的利益要达到14万日元左右才OK 所以说有些人就铤而走险 就是把这个修车的费用往上抬 结果哎 事情变成了 那这个变成了以外 也让公司的整个信誉是受损的 这个是日本的热搜 对我觉得有时候这个KPI值定起来也是不太合理 因为你有了KPI可能大家就会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反而失去了原本的利益 就是会用一些非法的手段去达到反而 哎你看得不偿失了 没错 好我们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话题是越北 我相信这个对于南韩的民众来说是蛮惊人的 想要到北韩去哇哦谁啊 还好不是南韩人或许南韩人心里这样想是一个美国大兵哦 他是23岁的驻韩美军哦 这个士兵叫做金恩 金恩怎么了呢 金恩犯了错 所以曾经在南韩被关过 那也要到美国回去接受审判嘛 所以呢他在搭飞机进入海关的时候 哎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突然脱逃 是蛮厉害 他倒是有任意门吗 然后还突然到了板门店 还去参加旅行团 对然后自以为就是什么还走到什么越北嘛 还哈哈大笑然后就跑过去了 这个真的是很奇异 可以拍电影了对 现在南韩的导演应该在左手写剧本 太奇怪了 然后呢他们大家还说就是完全 因为他们其实板门店是有重重关卡 南韩这边也会有军人嘛 那北韩那边也有 好像当时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然后反正这个人现在就是被北韩那边抓起来 但我看美军那边好像对于家属的通知 好像也是就是比较遗憾啊 或是比较严肃 就是说可能是真的回不来 也有这个可能性啊 但我们有讨论说 这个南北韩的交界板门店这里 原本就是属于一个军事设备比较森严的 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是不是现在大家就是有一点松散 有一点国安的漏洞 这也不一定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让南韩北韩 又再度成为国际上面的焦点 那这会不会成为外交的一个状况 也是后续要值得讨论的 对因为这个你看他跑过 自己跑去当好像有点像自己变成诱饵 那这样子不是变成说我美国要赶快跟你来谈判吗 这变成他好像 可以不谈判吗 就算让他自己在那边自身自灭是不是 当北韩人啊 你那么爱去 反正大兵应该没有什么机密吧 应该啦 I don't know 或许他有一些南韩的机密 你好像不知道但是这种东西就会让美国深陷一个 就外交困境 对没错 惹出了一堆麻烦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的热搜关键字叫做关锦宏 他是可能是香港的这个本地人是比较了解他的 他是一个算是做这个移民机构的一个老板 那他的这个集团呢是公布说他其实已经在六月的时候过世了 享受是66岁 那这个关锦宏呢他是出生在香港 那在1980年代那时候有一批这个香港移民潮 他就移民到了加拿大 结果后来因为他这个精通这个粤语嘛又懂这个英文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就问他说要怎么样移民等等之类的 结果他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当地的移民专家 后来就把事业拓展回香港就开了这个移民顾问公司 那很有名的呢是他的广告非常的洗脑 他就会说保证申请成功否则原银奉还 哦 我不会讲广东话 他就用广东话讲这个 就是钱都还给你了 对 那这个广告打得很凶嘛 所以几乎可能你问香港的这个朋友 他们大概都对这句广告词是很有印象的 所以说这个他过世的消息 蛮多香港的人会觉得有点震惊 因为才这个66岁 他就说以后没办法移民 不会不会 他有公司啦 对 他的公司后来因为他的广告太升值人心了嘛 但是他过世了 他们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广告继续打 所以说算是香港的可能很多民众觉得说 这是一个回忆的这个遗憾 所以登上了香港的热搜 好 我们接着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 也是一个回忆 生活工厂 但是他还没有全部的关啦 他就是越来越缩小规模啊 是 我们应该都每个人都去过生活工厂 买过家居的用品嘛 或是买过交换礼物的东西之类的 对对对对 蛮适合的 因为他的价钱还算平价 不过他在这个台北士林有一间三十年 也算是创始店 他是在七月三十一号 就是营业到那一天 然后八月号正式关店 所以很多人就掀起了满满回忆啊 可能很多男女朋友 或是就像曾宜说的 买这个交换礼物的时候 都会去这一家店 可能在士林附近的人就会去 那他们就说可能是因为那一代的租金是越来越贵喔 所以这个就赶快把门市关起来 那全盛时期全台大概是有百家 不过现在大概是四十多间的生活工厂 那主要生活工厂有点越来越走下坡的原因 也是跟这个外国的家居连锁品牌进入台湾嘛 然后大家应该有发现生活工厂里头 卖东西也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一些小型的3C产品 然后价格有一些也偏高喔 所以后来大家就开始转往其他品牌 甚至网购也可能是另外一种选择 所以有大家的满满不舍 生活工厂的创始店在8月1号 是正式会来关店的 所以这是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 是一个人叫做黄国松 那他算是这个新加坡的很厉害的 这个财经的人士 财经大佬 那他曾经当过这个新加坡 政府投资公司的投资长 他现在已经75岁 他最近的新动态是什么呢 他说他要来选新加坡的总统 所以说大家就很关注他说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资历嘛 这个黄国松呢 曾经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 他现在有长达42年 而且是有入了这个奇货名人堂 非常的厉害 那他就有跟记者讲说 他为什么来竞选总统呢 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是说 我要给新加坡人一个新的选择 再来是说他觉得说 其实新加坡总统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 他就是要来做这个储备金的保管 他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再来第三个是说他没有政党的色彩 所以他觉得这三点看看能不能够吸引新加坡的选民来投给他 那目前来讲的话 加上他的话 还有另外两名候选人 一个是新加坡的前国务资政尚达曼 还有另外一个是新加坡的这个家电企业家叫做吴振华 所以现在这个新加坡的总统大选 是呈现这个三强鼎立的状态 不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要的实权都还是在总理的手上 那这个总统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保管国家的储备金 比较跟金融控制国家的财政有关的 这个掌握是在他手上 所以说也许他觉得他这么懂财金 这个可能可以让很多的选民把票投给他 就是新加坡的热搜 好我们看完Googlechains的热搜话题之后 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议题 跟性别平权有关 今天你觉得台湾算不算达到性别平权 我觉得在某方面有 但是某方面没有 比如说职场其实有慢慢的进步 我觉得像比如说很多的职业妇女 其实她就是 我觉得请育婴假的人数 我觉得感觉好像比以前 变多了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现象 但我个人认为说性别平权的 出自于像我们中华民族 或是亚洲国家比较重男轻女 这是过去的思考方式 那我觉得现在人 有一点重女轻男 因为想生女儿的人 可能比想生儿子人多 但这件事情又会牵扯到 如果这个国家是比较重女轻男 那个想法可能又不一样 所以要先看这个传统意识 跟现代意识 到底有没有达到平衡才能算 所以到底职场上有多大的差距呢 我们先来跟大家聊的是日本 因为我们常就是看到日剧啊 或是受到看到她们日本文化 其实她们这个男尊女卑的这个 这个文化实在有点太深了 对 常常就老公不是要出门 这是你的公事包 对 那个日剧常常会洗脑大家 然后还要跪在那个地上 然后帮她脱鞋子 对 帮她或是给一杯茶 等等之类的 那这样的情形 其实有的慢慢的改变 但是好像改变的幅度还没有到很大 在职场上面 我们来跟大家来看一下 根据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所发出来的这个2022的性别差距指数 146国日本是排116 而且你看日本还是属于已开发国家 它根本就是 倒数耶 对 已开发国家算是最低水准的一位 所以说这个性别差距在日本 还是非常非常大 好啦 那日本这边其实很早以前 就有来订定一些法律 希望能够把这个两性之间的差距 给尽量缩小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有多次修订 比如说像是这个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 然后育儿及家庭照料休假法 女性活跃推进法等等之类的 这个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 大概1986年就开始在弄 那慢慢在修修修修修 好的确 女性在这个大学的升学率跟就业率 自1986年以来的确是有往上增的 比如说这个大学的升学率 在1986的时候大概只有 女性是13%这么低 那后来到了2020年的时候 大概有升到51%左右了 那至于这个女性的就业率的话 在1986年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只有53% 那到2020年的时候 上升到七成左右了 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们如果说你仔细再来看说 男女说好都有工作OK 但是我们来看薪资 就发现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就发现说日本的男性 其实好像比较多是从事专业知识 跟所谓沟通能力的工作 这像比如说男性可能就多做一些 比如说分析啊开发啊等等 或者是沟通能力就是教导 老师等等之类的 那变成女性总是主要从事 与人互动的工作 比如说要面对面的比如银行行员啊 或者是说看护等等之类的 反而这两者一比较起来的话 女性所做的工作薪资是比较低的 那再加上说其实日本有一些 就业的一些惯例啊 会变成说让女性 如果你去生孩子的话 其实她负担的这个成本 要去工作成本是变高的哦 因为发现说日本女性如果说 你一旦结了婚啊一旦离职 你很难再变成正职的员工再来就业 甚至说因为结婚或者是生孩子 而第一职的女性 你再回到职场上面来的话 哎有些只能做所谓的临时工 不能再变成正职的职员哦 那可能会是说哎这个工作的工时 或者是他调你的这个职务的调动 或是工作地点等等比较不定 那会影响到女性就业的考量哦 这个是一点 另外他们有发现说日本啊 无子女的女性跟有子女的女性 纵使他们的这个阅读理解啊 这个能力都非常的高 在同一个水平上面 没有子女的他的就业的比例就是比较高 那有结婚的就业率就是比较低 所以说现在日本的话 应该是要来推动所谓的工作改革哦 看看是比如说推动远距办公 让这些比如说真的没办法要照顾孩子的这个职业妇女 能够还是可以稳定的工作 另外就是要加强无业女性的循环教育 协助在就业跟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哦 这个是日本方面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地方是香港哦 其实香港也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同工不同酬的方面这种 亚洲好像蛮常会遇到这样的状态 对而且这个香港的这个我觉得同工不同酬的这个薪资 真的是差蛮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哦 比如说啊这个如果你是一个经理的话呢 哎你男性的话我们取收入的中位数来看哦 男性的话大概各十百千万有五万港币这么多 那女性呢哎却只有四万五港币 所以差了五千港币就等于差了大概两万台币这么多 做同一个职业的好 如果说其他的专业更专业的人士的话 这个差距甚至可以扩大到八千三百港币 大概是台币三万多 所以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太太不公平 对太不公平了如果我是女生然后 男生的有能力比较强吗 这是打上一个问号啊 就不一定嘛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这个收入中位数的数字 会差到这么多哦 而且他跟日本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结婚生育真的是会让很多女性选择会被迫退出职场哦 他们其实是忽视到说其实女性是无偿承担更多的家务 还有照顾子女的劳动 而且香港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近年来是下降的 未结婚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蛮高的 百分之九十一点三 但是婚后育有零到十四岁子女的呢 竟然跌到了不到六成百分之五十六点六 反而是男性结婚以后 这个劳动的参与率是上升的 因此香港的立法会 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就通过说要推动 这个香港女性全面发展的议案 那看看能不能透过教育啊 媒体宣传和公共讨论来实现 所谓的性别平等啊 那他们就有做很多比如说像是要增设托儿所 要扩大社区保姆计划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在慢慢进步的 对但是香港现在还需要这样也是蛮令人意外 因为香港的感觉职业 他们对于女性对职业的追求 我觉得算是没有那么高 应该说我会觉得他们其实对职业还蛮追求 但是在这一方面福利却没有做得那么样的好 现在还就是好像赶快的补足保姆这一块 但我觉得各国家会有一些女性不平权问题 主要也在政策的制定跟执行者 所以不是常常会说这个擦内阁有多少的女性官员 其实就是有一点这个味道 因为只要官员少可可能对于女性的保障就会变少 对没错没错 好接下来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以全球来讲的话 其实男女的这个平等发展是蛮停滞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他们所发表出来的数据 90%的人其实对女性还是抱着偏见的 甚至有四分之一个认为男生殴打妻子是合理的 这是非常夸张的行为 那还有一半近一半认为说男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领袖等等 虽然说最近不管是欧美啊台湾等等 有这一波这个me too 的风潮 才是很难撼动所谓的性别偏见 而且其实再加上新冠疫情让很多女性 就是被迫失去收入来源是加速恶化不平等 那同时他们也发现说 其实这个受到高等教育的男女 收入差距是差了将近四成 平均收入女性比男性低了39% 所以发现说性别不平等 这个全球发展停滞了10年 连带影响这个人类发展指数 那甚至连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很悲观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全球要实现性别平等再等300年吧 因为我们看看一些极端的国家 像是阿富汗 这个塔利班政权侵入以后 其实就一点一滴的在剥夺女性的权利 本来说要让你受教育也没有拿掉了 然后本来说要保留你女性怎样怎样呢? 结果最近说阿富汗的美法salon全部关掉 女性根本没有办法去做这些 比如说剪头发等等的都不可以 所以说还有加上这个反堕胎 这个其实在美国也是讨论的相当的蛮多的 也使这个女性的生育权倒退 再加上男性使用科技网路多于女性 这个数位落差其实也会让性别不平等 会在这个情况出现 好那我们刚刚聊到日本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日本的职场性别天花板 那么难打破 我们请到的是日本政经观察家福泽桥 来替我们分析 过去日本从昭和时期一直继承下来的 当然那就是过去的我们在讲说 东方的一个很传统的思想 叫做男主外女主内 所以在过去昭和时代的时候 有很多的女生的大学毕业生 她们其实毕业之后找工作最主要的目的 她们想要进到大企业 倒不是她们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规划 而是她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大公司里面 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一个伴侣 那然后她们叫做有个叫做受退寿 受退社 那什么叫受退社呢 受就是那个寿命的受 受退社这件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大概她在20 她大学毕业大概20几岁的时候 她找到了对象 然后她就可以等于说有一张长期的饭票 我们在过去开玩笑这样讲的时候 然后她就可以就是直接回到家里面 等于说去好好照顾家里面 她就不用工作了 那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里头 那这样的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 使得呢日本的职场呢 男女比例一直没有办法很平均 也就是说在男性的职场 尤其是一些大的企业 包括我们在讲说 从政治团体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女性的从政 女性的这个在经济上面的一个独立自主 其实过去都是非常的低 但是呢自从日本她们开始 就做了所谓的男女工作平等法之后呢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 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改变 那有一些改变 那这个我们在讲说 一个习惯的造成 它是一个长期日积月累的一个状况 所以她不可能说 在比方说 在短短的十几二十年内就做的改善 那只能讲说 现在日本职场呢 慢慢的在男女平权上面 已经有重视 包括呢 包括我们在讲的就是 不管说是植物的霸凌也好 或者是性的这些侵害也好 这些事情已经可以被拿上台面 而且公司里面 其实都会有一个组织 会来去检讨这些事情 但是呢 在目前状况看起来 日本的女性真的在 真的要她升职到一定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其实那天花板还是有限的 立先人主党跟知名党 他们两边呢 其实分别代表的是 两个不同的一个思想 知名党她本身是处于 比较保守的一个思想 那我们在讲说保守 也就是维持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包括昭和时代的想法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们不仅是在这个 就是男女平权上面 其实是保守的 他们甚至在LGBT上的问题 也是相对保守的 所以在这档当中里面 他们现在是整个日本的最大的一个 等于说政党 那然后刚刚提到的就是立先民主党 他本身虽然他们都会想要争取女权 他们甚至帮LGBT的族群去争取权力 但是他们现在声音相对的是一个弱势 再加上就是因为日本 现在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 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复苏 我们在讲的日本面临的 所谓的平成30年的复旷 也就是一个不景气的一个状况 在这整个状况里面 最大的问题 现在很多的民众 他们反而是说 与其你我们一起来讨论 就是说男女平权 我们来讨论LGBT 那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该怎么 怎么做 那执政党呢 他们自民党 他们也就是抓了这个 最主要的这个keyword 他们说好 我们今天我们愿意 包括我们的政党里面 我们希望在格园里面 格园的这个女性人数能够增加 但是呢 就我自己的观察 我是会觉得 他即便在做这件事情 那也只是一个表面功夫 因为真正的 这个能够掌握到真正有权力的 这个核心的部分 还是以男性为主 所以呢 如果要说 问我说日本的这个整个社会里面 对于这个 目前在男尊女卑这件事情上 在短期里面 有没有办法改善 那我自己的想法 其实是相对的是悲观的 好讲完性贫平权的议题之后 我们接下来讲钱好了 那这个钱呢 就是讲工作 哪个人赚的钱多 可能很多毕业生最近蛮有感觉的 在选工作的时候发现 诶我好像赌错科系了 因为出去的行业 这个钱赚怎么那么少啊 好我们来看澳洲这里好了 因为蛮多人会去澳洲打工度假 但其实澳洲他们那边也有一些工作 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反映社会上面的一些状况 好 谁的薪水最高呢 其实根据澳洲的这个资料显示 其实他们第一名最高的就是外科医生 跟台湾有点像 也是医生这个行业是觉得好像蛮荣耀的 而且钱也蛮多的 年薪大概是970万台币 我除了一下12 以12个月来说 一个月大概是80.83万新台币 还蛮多的 然后第二个是麻醉师 也是医疗方面的 是年薪907万 那一个月大概是75.58万 那金融交易员反而是落在第三 但问题就是你看到他的年薪 变成720万台币 大概一个月是60.5万 虽然还是很多 但跟前面两个有落差了 那第四到第六名也都是医疗行业 那平均的年薪超过531万 一样也很多 但是跟外科医师还有麻醉医师比起来 这两个职业恐怕就是澳洲现在可能就是高中生 要读大学的时候可能会思考一下 职业经济母 没错 那医疗产业他们是占一半 好那毕业生到底是如何呢 澳洲这边也是 这个药学系毕业起薪虽然比较低 但是三年后他觉得他们的升幅是最大的 大概是79万台币 那再来就是医疗银行跟法律行业 那其实最可怜的好像是教师 他是孕育人家这个学生 英才的 对结果他三年后的增幅最少就增加21万台币 所以大家该选什么行业应该自己知道 如果在澳洲有要念书要选择行业的话 好那我们还要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加拿大 为什么要说这里呢 因为他们这边的移民人口蛮多的 在一年之内增加了百万人 6月16号就是他们人口突破了4000万的大关 不过主要的人口增长就是移民哦 你也知道现在的少子化嘛 加拿大人也不例外 因为他们是已开发国家 对 生的一定也很少 而且又迈入了这个高龄化社会 所以每个国家都希望 我们自己的国家人口可以越来越多 主要就要靠移民 加拿大就做到这一点 他们在2022年的人口增长了高达105万哦 那是加拿大史上第一次一年之内增加超过百万人 他们说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越战后的婴儿潮 那所以他们就推估啊 20年后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就可以达到5000万人口 但我觉得有点做梦啦 因为中间 你太乐观了 对因为20年的中间过程还很多 好那当然他们移民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嘛 因为劳动人口因为高龄化小子化 他们可以用这些移民来填补 甚至有些技术可以移入 好那我就查了一下说到底谁会比较想去加拿大移民呢 最多的是印度耶 然后第二名是菲律宾 第三名是中国大陆 但也有一些难民 所以他们的四面八方 蛮多元的 对那加拿大也真的是必须要有一个包容的社会 才有办法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个人民 这个移入到他们国家 但是他们其实有一些移民政策啊 代表他们的移民门槛很低嘛 技术移民也可以 家庭团聚移民也可以 或者是人道主义的移民 难民移民身份他们都接受 所以哦加拿大啊 希望增加他们的劳动力填补 真的是出了蛮大一招的 算是蛮友善的在欢迎移民 对但是移民社会也会有个问题啦 就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是对所以这个也是 加拿大内政这边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几个国家的一些议题 欢迎你留言持续跟我们讨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